所谓髋关节炎是指球窝关节的炎症 髋关节致患手术最常见的原因是骨关节炎 也就是磨损性关节炎 是指关节球或关节窝内覆盖的软骨成坏损 致使某些部位的骨头裸露 而造成患者关节的疼痛与僵硬 这一髋关节模型所显示的是骨盆与骨骨 以及髋关节的肌肉和髋关节囊 我们做髋关节手术时 最常见的两种方法是让患者侧身躺着 把主要肌肉同中肌暴露出来就是这个红色的 我们可以把这块肌肉向后推就能看到关节 在此处切口将髋关节露出以便进行手术 另外一种常见的手术方法是将同中肌前推 从另一侧将关节囊切开 这就是所谓的后方入路 为了治疗重度的髋关节炎 我们需要致患骨骨末端或关节球 以及髋臼或关节窝 首先我们先谈骨骨 标准的全髋关节致患手术 需要摘除骨骨头及骨骨颈 一旦把这个摘除之后 骨骨看上去更像根管子 手术医生可以看到骨骨髓管 带有新关节球的甲体 就必须要植入到这个水管内 骨骨的标准做法通常采用的是压配 或无骨水泥、非骨水泥方法进行甲体植入 甲体一般都是太干 它的大小及口径都与患者的骨骼相匹配 甲体可被紧紧地植入水管内 在6到8周内新的骨质会向内部生长出来 将植入甲体紧紧地固定住 这样可使用几十年 在这个植入甲体之上 根据尺寸可放置大小不同的关节球和骨骨镜 以重建患者的正常骨结构 经过再造的结构很结实 可承受全部体重 并可很好地恢复到正常的娱乐活动水平 至于宽臼或宽关节窝关节炎的处理 也有几种不同的选择 标准的操作包括将骨头修整成半球形 然后植入一个太质的宽臼甲体 压配到患者的骨头内 骨头会与植入甲体结实地长在一起 形成紧密的结合 可维持使用几十年 在太质的壳内使用的材料 手术医生可有几种选择 通常用的是聚乙烯 它是一种塑料材料 这种材料经久耐用 有很好的长期使用记录 采用金属加聚乙烯关节组合的全宽关节致患 是目前全世界公认的黄金标准 大多数初次宽关节修复手术需要六十到九十分钟的手术时间 方可成功完成 手术完成之后 手术医生将修复您的关节囊和韧带 并将肌肉复位 以便您更好的康复 您要听从手术医生 治疗师以及护理人员的建议 这一点非常重要 在头几个月之内 切勿超越对您的关节活动范围的限制 否则您可能损伤正在愈合的软组织